安祖蓮娜·祖莉,約旦皇后,当选激荡人心女性。 這位美貌智慧並重的是約旦皇后拉尼亞, 被福布斯選為全球30位最激荡人心的女性之一。 別以為她出身大富之家,其實她是由巴勒斯坦逃亡去科威特的難民, 憑著個人努力,在埃及大學畢業後去約旦工作,在後皇柱,終成為皇后。 但她沒有只顧享樂,反而致力推動教育, 還在YouTube設立頻道親自回答問題,希望消除國際社會對回教世界的歧視。 和她一樣又靚又愛心爆棚的還有荷里活女星安祖蓮娜·祖莉。 她是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的親善大使, 還在第三世界國家收養了三個小孩。 1999年,她勇奪奧斯卡最佳女配角, 之後的道務者羅拉將她的事業推向高峰。 不過成功背後,她都曾經走過迷失歲月, 十四歲絕學,和男朋友同居,後來才修心養性, 還認識了影聲男友不比特,經常拍著胎行線。 而去年勁賺3億1千萬美元的美國電視名嘴奧花雲費, 上個月才被福布斯選為最有影響力的名人榜第一位, 今次又再度入選。 她的talk show 做了25年,收視仍然很高。 明成利就更積極行線,為南非的貧府女童起學校。 原來她小時候曾經三度被人性侵犯, 自過離家出走,大後來發奮讀書,大學畢業後加入傳媒。 還以自己的慘痛經歷鼓勵人家振作,感動了萬千觀眾。 多謝神聖人集校奧花雲湖。 請看著。 多謝神聖人,